各位同學、各位網路學員,大家好。我們這一門課叫做工業電子學。 我們接下來開始要講第二章電子控制的構成及電晶體的一些特性。 我是台北科技大學機械系許東亞學老師。 我們這一個學習的目標主要是要告訴各位同學電子控制回路的一些過程。 然後會介紹什麼是電晶體給大家認識。 然後電晶體的一些動作的基本的原理也會在這裡介紹。 然後電晶體的基本特性。 然後電晶體如何來使用。 然後最後我們會介紹一個簡單的電路實驗給大家。 那我們都知道電子控制過程中涵蓋哪些。 比如說我們需要一個感測器。 那感測器經過這個訊號放大器之後呢。 我們一定要經過功率控制。 然後再到負載。 所以各位同學,特別是我們機械領域的同學們,你們一定要記得。 我們在做電子控制的時候呢。 一定要有所謂的感測器。 所謂的感測元件。 再來所謂的電壓控制。 電要放大,再來功率控制。 再做到負載來。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譬如說我們可以介紹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以熱敏電阻為例子。 我們交過熱敏電阻。 如果熱敏電阻呢,跟電風扇把它接在一起。 那你就會發現當溫度低的時候呢,電阻變大。 當電阻變大的時候呢,當然我們風扇就會轉得慢。 那溫度高的時候電阻就小,風扇就會轉得比較快。 那這個原理基本上沒有什麼錯誤,也非常的正確。 可是呢,它有一些問題點。 那為什麼呢? 一般我們要讓馬達不轉動的時候呢,熱敏電阻的阻值一定要非常的大。 電馬達才會停止。 那可是呢,我們一般找不到這種熱敏電阻。 那第二個呢,當電流一流過去的時候呢, 熱敏電阻因為本身是一個電阻,所以它會產生一些熱量。 所以造成熱敏電阻檢測溫度的時候會不準確。 所以在這裡它會告訴你說,基本上這樣的控制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大電流流經的時候呢,熱敏電阻會產生熱。 然後也會影響整個馬達的控制狀態。 那另外一個問題也是我們機械系最常見的問題, 就是馬達的電力控制。 比如說,特別是我們在機械領域的同學, 常常會遇到說電阻呢,利用電阻來調馬達的轉速。 其實在我們整個原理來講呢, 在我們整個原理來講呢,它是沒有錯誤的。 那電阻值調越大,當然馬達轉速就會越小。 電阻值調越小,馬達轉速就會越快。 可是原理是正確,因為電阻的大小改變了馬達的轉速。 那另一個呢,為什麼這樣控制不好呢? 第一個就是它的效能差。 第二個呢,它浪費了很多電力。 因為它在這裡電阻會消耗我們電源的電力。 所以是這個電源呢,就是兩個同時的電力, 電力源同時供給電阻,也供給馬達。 所以這種控制方式呢,基本上在電機領域呢, 他們不大會使用這種方式。 可是在我們機械領域的同學呢, 他常會用這個方式來控制。 那這個方式控制不是不好, 只是告訴你說它的效能差,它浪費了很多電力。 所以你只要記得,我們在這裡做控制的時候一定要經過檢測。 檢測完了,要將這個訊號把它變成電壓增幅。 電壓增幅完了,再到電力控制來。 那電力控制呢,就是所謂的紅門我們要接的。 計電器、加熱器、馬達、電磁法等等。 那這個Sensor呢,就是我們在第一章有介紹過, 將物理量把它變成所謂電力訊號的東西。 那什麼是物理量呢?很簡單。 譬如說溫度、壓力、流速、還有人數等等。 這些經過這個檢測器之後呢,就可以變成一個電的訊號。 那將這個訊號呢,再利用這個電壓增幅電力控制,就可以控制負載。 那譬如說,我們如果真的要用溫度來控制我們後面的東西的話, 我們很簡單就可以這樣做。 將一個小的電源,將這個小的電源加上熱敏電阻。 再經過這個電阻之後呢,將這個訊號呢,給放大布。 那放大布呢,就可以控制我們所要的做法。 那其實真正的做法正確。 剛才我們講了一個錯誤的做法。 可是在這裡,我們介紹一個真正的做法,應該是要這樣子, 就像圖上面這樣子。 做一個小電源,然後經過一個熱敏電阻,再經過電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V值。 那V值呢,將這個訊號透過電壓增幅,之後電力控制, 我們就可以接到負載。 真正的做法是這樣子。 特別是我們機械系的領域的同學,你們一定要記得, 我們要將電力跟訊號呢,它是不同的東西。 我們不可以將電力跟訊號加在一起。 不可以將電力跟訊號加在一起。 這樣會造成控制上的一些問題。 這樣會造成控制上的一些問題。 那如何來將這個電壓訊號呢,把它變大, 或是透過這個電壓訊號呢,把它做電力控制呢? 其實上我們用的元件呢,不外乎這些。 第一個就是電晶體。 那利用電晶體呢,我們可以做電壓放大的元件。 那也可以做功力控制的所謂的元件使用。 然後這個呢,才是我們經過所謂的電力控制, 或是電壓增幅的一個介面。 那剛才除了介紹電晶體以外呢, 這裡也有所謂的利用其他的特殊的電晶體。 比如說MOSFET、場效應電晶體,還是IGBT的這種。 這也是我們非常常用的元件之一。 那在這裡呢,我簡單的做一個小的結論。 因為我們也教過電子控制的基本構成。 所以在這裡,各位同學你一定要記得, 我們在做控制的時候呢,一定要感測器、電壓增幅、電力控制、再到負載。 所以將這個把它記下來,你在做控制的時候比較不會錯誤。 然後呢,我們也提供了正確的電子控制的概念給大家。 然後也認識了電力源跟訊號源的介面。 我們電力源跟訊號源,其實只是透過電晶體來做一個介面。 那如果各位同學有興趣的話,請看我們下面一張。 我們下面一張會介紹如何利用電晶體來做介面的控制。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